嗨,我是點亮 在影片開始前,先問你們一個問題喔 不曉得爸爸媽媽你們平常和孩子之間有沒有什麼愛的互動呢? 在即將到來的節日,小朋友們你們會想和爸爸媽媽說什麼內心話呢?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個充滿愛的遊戲 你們可以把小秘密或是愛的話語保存起來 就像平中性那樣,在適當的時候 再把訊息傳達給你想傳達的人 看完這個影片,你會學到Scratch的三個知識點 知識1,你會學到如何用判斷積木 如果那麼否則 知識2,你會學到如何建立分身 以及當分身產生的時候要做什麼 知識3,你會學到如何錄一段屬於你自己的聲音 將心裡想說的話保存起來 好,話不多說,我們立刻進入本集的主題 我們今天充滿愛的遊戲是這麼玩的 假設我是個爸爸,小孩送我父親節遊戲 還跟我說遊戲贏了會有一個秘密 叫我一定要玩到最後 我呢就很興奮的玩孩子送給我的遊戲 看看他到底想送我什麼神秘的禮物 我開始玩的時候,背景會有優美的音樂 欸,看到中間的愛心,我就想點點它 點下去之後,愛心會放大 分數會加1,會發出有趣的音效 還會有小愛心不斷地跑出來 不知不覺我就一直點下去 終於點到最後 我知道是什麼秘密了 原來是孩子送給我的一段話 喔,我聽完內心充滿愛的感動 到這邊準備好了嗎? 一起來看看城市怎麼寫吧 我們先來想想什麼是遊戲最重要的角色 如果缺了它,遊戲會無法進行 好比我們看電影 如果只有場景、音樂以及說話的聲音 但是沒有看到任何的角色 會覺得哪裡怪怪的 聰明的你想到了吧 沒錯,就是愛心這個角色 我們寫程式要先從最重要的來開始 那麼愛心具體要實現的功能有哪些呢? 第一,愛心位於中間 第二,愛心點了會放大 放開會還原 第三,愛心點了分數會加1 第四,愛心點了會發出有趣的音效 第五,愛心點了 旁邊會有小愛心跑出來 往隨機的方向跑 小愛心是半透明的 跑完後就消失 我們進到Scratch的城市編輯區 先點XX刪除小貓 再點角色按鈕來新增愛心 再點背景按鈕新增愛心的背景 我們到事件把綠旗放到城市區 我們來想想看喔 該怎麼讓愛心位於中間呢? 我們先把愛心移動到中間 定位到某個位置跟動作有關 到動作把定位到XY位置放到綠旗下方 那點愛心會做哪些事情呢? 點了會放大,放開會還原 放大即還原跟外觀有關 到外觀拉兩個尺寸設為幾%到城市區 將一個調整為120% 另一個維持在100% 比100%大的數字就是放大 100%就是不改變,也就是還原 直接點城市積木來試試看 接下來要控制愛心 重複的去判斷 如果滑鼠點愛心 那麼尺寸就放大 否則尺寸不改變 到控制把重複無限次接在剛剛的程式 再把如果,那麼,否則放在重複無限次的裡面 到偵測把滑鼠鍵被按下 放到如果的條件 再把放大的尺寸放在那麼 把不改變的尺寸放到否則 接下來我們要去新增一個事件 然後把其餘的動作都放在事件的底下 到事件把當角色被點擊放到城市區 點愛心分數會加1 我們到變數新增一個分數 再把分數改變1 放在事件的下方 還記得之前的影片有講過 除死化動作 我們到變數把分數設為0 放在綠旗下方 欸?為什麼是放在這裡啊? 而不是放在當角色被點擊下方呢? 因為綠旗代表是遊戲的開始 開始的分數設定為0 點愛心會發出有趣的音效 那就先去新增有趣的音效 點音效 再點新增音效 都OK了 再到音效分類 把播放音效放在事件下方 點愛心會有小愛心跑出來喔 也就是建立愛心的分身 到控制把建立自己分身放在事件的下方 當角色被點擊 就建立自己的分身 我們來想一想 分身產生後要做什麼 我們的分身小愛心會往隨機的方向跑 小愛心是半透明的 跑完後會消失 到控制把當分身產生放到城市區 愛心要變小 跟外觀有關 到外觀把尺寸設定為 放到分身產生的下方 再輸入50% 小愛心要半透明 也與外觀有關喔 到外觀把圖像效果設為 接在下方 點一下選項選擇幻影 把數字設為50% 往隨機地方跑與動作有關 到動作把滑行到隨機位置 接在下方 跑完後消失 到控制把分身刪除接在下方 我們來點綠期來測試看看喔 這樣就做完了嗎? 我們還沒有錄心裡的話喔 到音效的分類 把播放音效直到結束 放到城市區 點一下選項選擇錄音 錄完後我們就來設計 播放音效這段聲音的條件 我們希望 我們希望分數超過某個數字以後 就播放這段錄音 假設那個分數是30 如果分數超過30 那麼就播放錄音 到控制把如果那麼 放到另一個判斷條件的下方 到運算把數字大於 放到如果的條件 再到變數把分數放在運算的左邊 運算的右邊我們改成30 把剛剛錄音的程式積目 放到那麼的條件 再到控制把停止全部接在後面 我們點綠期來測試看看 好了錄心裡話就做完了 為了讓遊戲更有氣氛 我們要加入背景音樂 我們先到事件把綠期放到城市區 再到控制把重複無限次 放到綠期的下面 點音效 新增一個音效 然後選擇循環這個分類 因為這裡的音效時間比較長 可以當背景音樂 選好後就到音效 把播放音效直到結束 放到重複無限次裡面 就完成了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 就點個讚 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有趣 好玩的程式教學 就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我是點亮 我們下次見 掰啦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